曾經積極參與中共政治運動的大陸民眾 如今看清了這些運動對人民對自己的傷害 他們在退黨網站上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一起來看他們的聲明 哈文富說 年輕時在中共欺騙宣傳誘惑下 抱著希望中國富強民主的熱情 加入了南下大軍 並加入了共產黨 曾作為視播音員在大躍進時為共產黨宣傳 忽悠欺騙人民群眾 我為此深感愧疚 現在真相大顯 共產黨的本性暴露無遺 與我初心相違背 我決心自願退出中國共產黨 脫離與共產黨的一切關係 特此聲明 李一說 我是當年下過鄉的知識青年 當過紅衛兵 插過隊 回城帶過夜 當過臨時工 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 都讓中共的運動給毀了 中共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慶祝難輸 只有解體中共才能把中國人民徹底解脫 我在此鄭重聲明退出當年被哄騙加入的少先隊 共青團組織 廢除宣過的都市